凡取宇贵分小,宇宜多取宜少,将家人先问己,己不宇即素宜,恩欲报怨欲望,报怨短,报恩长,何人有财物上的往来,应当分辨清楚,不可含糊。 财物与他人,应该慷慨多不失,取用别人的财物,则应少取一些,有事要托人做,或有话要和人说,先问问自己是不是喜欢,如果自己不喜欢,就应立刻停止。 他人对我有恩惠,应时时想着回报他,不小心何人结了怨仇,应求他人谅解,尽早忘掉仇恨。 抱怨之心,停留的时间越短越好,但是,报答恩情的心意,却要长存不忘。 凡取宇,贵分小,宇宜多,取宜少。 财物是滋生的必需品,何人有财物上的往来,要清楚分明才不会产生误会,破坏彼此的信用和情意。 一般人往往另于施舍却乐于接受别人的财物。 如能舍得不失,就能减轻蕾色的心态,以欢喜新家会大众,让彼此之间更加融洽愉快。 将家人,先问己,己不欲,己素矣。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,不能替人设想,往往感情用事。 说话重伤对方,办事时刚愎自用,因而重叛清理,陷入苦闷无助的非洞里,实在是损人不利己样。 当人际关系有了摩擦,出现危机时,就应反省是否曾给人难堪。 更进一步,审查自己,是否怀有怨恨之心。 有修养的君子应当培养同情心,以树道待人,以怜悯的心看待对方,才能淡化怨恨,超脱自我。 恩欲报,怨欲望,抱怨短,抱恩长。 欲就是心中时时想着,受人之恩要时时想着回报。 所谓,滴水之恩,涌泉以报。 对别人一滴水的恩惠,愿以不断涌出的泉水来回报才感到心安。 怨恨犹如损人伤己的火苗。 若不克制情感而用以牙还牙的方式,必定卷入怨恨的火窟里。 双方都将深深的受到伤害。 孔子教我们要以直抱怨,对人不应记恨,要克制内心的怨恨。 一理行事,照平常心来处理,使报复的念头越来越弱,甚至消失。 战国时代,赵国大臣令相如初始秦国,智勇双全完成外交任务,功劳很大。 赵王便封他为上卿的官职,位居武将连坡之上。 连坡赐任出生入死,为赵国攻城野战。 功劳更大,而令相如只不过成口舌之能,怎能和他相比一样。 所以连坡心中愤愤不平,故意为难令相如。 但令相如却躲着他,不和他起冲突。 有一次,令相如的部署看不过去,就说,连将军故意为难您,一般人都觉得无法忍受,而您却处处让他,好像很怕他的样子,实在一点尊严都没有样。 令相如却说,现在赵国正受强勤威胁,如果赵国文武大臣冲突,国家将会分崩离析,外强必然入侵,那时赵国就危险了。 消息传到连坡耳中,连坡自认有错,立刻背这则打用的荆棘,登门请罪。 令相如一剑,赶快解去他所背负的荆棘,两人不但和好,还结成生死不渝的文锦之交。 这则将相和也成为历史上传颂不朽的美谈。 令相如不怀藏私人怨恨,以大局为重的言行,值得我们来学习。 原则有没有绿抢! 但是,有人在来自给随要保持人们,还 mare过城? 请不吝点赞,订阅请不吝点赞,订阅请不吝点赞,送周波刀去,